我这次考试为的第一,我不应该吹牛。 嗯,对,很好,那吹牛是什么意思呢? 吹牛,我们知道吗?吹就是和嘴巴有关系,对吧? 吹牛呢,也是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说出来的什么东西? 说出来的话,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 吹牛就是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好,听我说哈,我明年我的身高要长到两米。 我说我明年我的身高要长到两米,你们觉得可能吗?可不可能? 嗯,Sami,你觉得可能吗?明年你的身高会长到两米,你觉得可能吗,Sami? 不知道。 不知道。 嗯,不知道。 李慧刚刚那句话,你听得懂吗?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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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的意思呢,就是你说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很简单。 嗯,很简单。比如说,比如说,呃,例会。比如说,你明年就会二十岁。 你觉得是真的吗?你明年就要到二十岁了。是不是真的? 啊,例会,你听不懂吗? 啊,例会,我们看完这句话。 就是你说的话,你说我明年就要读大学。你说我明年就要读大学。但是你现在还在读小学,对不对,例会? 对。 对,那你明年可能去读大学吗?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你说了一个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你就是在吹牛。 好,那好,再比如一个去读。 那,三密,三密,你来看这个句子。 山蜜 山蜜你看到到吗 好 山蜜 这个句子是 你说我马上就升高两米了 你说我马上就升高两米了 但是你现在没有两米 对不对 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不真的 对 这句话不是 因为不可能你马上就升高两米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说了一个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你就是在吹牛 那这个词的意思你们都懂了吗 懂了 山蜜你懂不懂 这个词的意思 吹牛是什么意思 懂了 好 那我们现在刚刚我们又新学了一个词 叫吹牛 山蜜 这两个字 第一个字读什么 这样 这样 好 你不会 你看你把这个字放在这个 这是一个词语 对不对 这两个是一个词语 他应该读什么 这是一个词语 这是一个词语 垃圾 会认识吗 垃圾 认识 认识 好 那你读一遍 这个字读什么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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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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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这样的意思 你知道吗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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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这个词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就是一个动作 对 但是对 对 英语的话就翻译成这个意思 第十一题 我们还是要在空里面填进词语 填词语 那这个题 等一下 好 那这个题这里 这里你们都写了答案 你们都写了答案 好 为什么 三密 李慧 你们写的一样的答案 你们都写的是春节 还有吃饺子 那李慧 你读一下你写的句子吧 你还记得吗 明天就是春节 我们要吃饺子来 庆祝节日 庆祝节日 好 庆祝就是Celebrate 庆祝 Celebrate 那这里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是要填什么节日 什么节日 这是什么节 你们写的是春节 那我们也可以说端午节 那如果 李慧 如果这里填端午节 那应该吃什么东西呢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端午节我们要吃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好 那端午节呢 我们要吃粽子 端午节我们应该吃粽子 记住了 就是端午节 还有中秋节 如果是中秋节 我们应该吃月饼 我们应该吃月饼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应该吃月饼 好 这一个题 这一个题有一点困难 嗯 李慧这里写的是非常好的 我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男主角 他长得矮 而且演得不好 这个句子是好的 但是沙米这里有一点问题 那沙米 你读一下你的句子 我喜欢这个电影的 男主角 男主角 他长得 你写的 你写的什么呢 忘记了 你看你这里哦 你写的是长得帅 而结言的 不好 嗯 好 好 那好 沙米 你这里这个句子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写 你这个句子是不可以这么写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里很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叫 而且 那是这里 又要给大家讲一下了 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次的 而且和但是 而且和但是 我们这里讲一下 而且呢就是表示前后一样 但是 是前后不一样 大家看到了 而且是前后一样 但是是前后不一样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句子 我喜欢吃西瓜 而且我姐姐也喜欢 这里用的是 而且 为什么是前后一样呢 前面是我喜欢吃西瓜 对不对 后面是我姐姐也喜欢吃西瓜 所以 他 我们都喜欢吃西瓜 所以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 而且的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 那但是怎么说 我喜欢吃西瓜 但是我姐姐不喜欢 大家看到了 这里 但是前面是我喜欢吃西瓜 但是的后面是 我姐姐不喜欢吃西瓜 所以我和我姐姐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和我姐姐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很简单嘛 大家要注意了 而且的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 但是呢 前面和后面不一样 喜欢和不喜欢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 好 我们再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例句是 小方长得很漂亮 而且学习很好 这里用 而且是吧 而且呢 前面是说小方她长得很漂亮 好 这个句子是一个很好 是在夸她 很好 对不对 这个句子在说小方很好 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那而且的后面呢 小方学习很好 好 这也是在夸她 也是在夸她的 所以 而且前面和后面都是好的 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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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小方长得很漂亮 好 这是一个好的句子 但是 学习不好 但是 小方学习不好 就是在说她不好的地方 前面 前面再说小方好的地方 后面再说小方不好的地方 所以 但是 前面和后面不一样 这样 我们看这四个句子 你们可以 可不可以看懂 而且和 但是 为什么不一样 厉惠 你看这四个句子 你可不可以看懂 而且和 但是 怎么用 可以 可以 Shanmi 你听得懂吗 Shanmi 听得懂 听得懂 那我们这里 证明一下 我们来看这几个题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那 厉惠 你来读一下 想一下可以怎么填 你喜欢画画 但是我喜欢唱歌 嗯 对 很好 可以的 可以这么说 你喜欢画画 但是我喜欢唱歌 就是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们两个不一样 就是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们两个不一样 这里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说前后不一样 好 Shanmi 那你来看第二个句子 我家里 有一只狗 而且你 它家里 有一只狗 有一只狗 好 你填到什么 我家里有一只狗 而且什么呢 而且要前后一样 你想一下 你可不可以说 而且我朋友家里也有一只狗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那这样呢 因为我家 可以 这里呢 这里是因为 我家里有一只狗了 而且我朋友家里也有一只狗 是我 我们两个都有一只狗 所以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这里 而且就是要前面和后面一样 好 那第三个句子 好 李慧来思考一下 明天我想去爬山 但是 但是 你想一下 前后不一样 但是后面要填一个 它前面说我想去爬山 但是后面就要说 它没能够去爬山 那为什么没能够去爬山 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很好 但是我生病了 这个句子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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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能够去爬山 那要说一个理由 理由你就可以说我生病了 或者你可以说 但是明天要下雨 好这样都是可以的 但是后面要和前面 要和前面不一样 但是后面就要告诉大家 他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没有做到 好就是这个意思 那善密你来看 最后一个句子善密 这次稿是我书写考得很好 但是我朋友不考得好 好你的顺序不对啊 你可以说我朋友考得不好 你要这样说善密 你说我朋友考得不好 你这样说的话就是对的 这次考试我数学考得很好 但是我朋友考得不好 好了这里 但是呢就是表示前后不一样嘛 我数学考得好 但是我朋友考得不好 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不一样了 好这里还有一个重点 大家看到了一句话里面 他有前后有两个句子嘛 前面有一个句子 后面有一个句子 中间有一个但是 你们要记住 这个句子里面 但是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我想说的 好比如说明天我我老师现在在说明天我想去爬山 但是我生病了 我说这句话的重点是 我生病了去不了爬山 懂了吗 我说这句话的重点是 但是后面的话 是 但是我生病了 我明天去不了爬山了 懂了吗 我说你喜欢画画 但是我喜欢唱歌 那我说这句话的重点是 我喜欢唱歌 不是你喜欢画画 我的重点是我喜欢唱歌 所以但是这个句子里面的重点是后面这一句 可以理解吗 利慧你可以理解吗 但是后面的才是我要说的重点 可不可以懂 可以 可以 好 那 山密 你在看你刚刚写的这个句子 你说我喜欢这个电影的男主角 他长得帅 但是演得不好 你觉得这个句子为什么有问题 不好意思 读错 你这个句子写的是 我喜欢这个电影的男主角 他长得帅 而且演得不好 那山密 你觉得你这个句子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 在后面说演得不好 对 前面就不能夸他对不对 前面就不能夸他长得帅 因为这里有而且 是不是 是 所以这里就不能说长得帅 你可以说他长得胖呀 可以说他长得矮 因为都是不好的词语 好 那一样的 既然你后面再说他不好 你前面就不能说你喜欢他 是不是 所以这里只能说你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男主角 这里只能填不喜欢 这里很关键的 因为是而且 那就一句话 那历会你读一下你写的句子吧 电视剧比动画好看 每天晚上八点 我喜欢的电视剧 在电视上播出 播出 嗯 好 我们有没有讲过播出的意思呢 播出主要是就是电视上会放你喜欢的电视剧 所以叫播出 播出 就是那个意思 那这个句子也很简单嘛 前面是一个比较句 前面是一个比较句 就是比较电视剧和动画 两个电视剧和动画怎么怎么样 那山密你这里写的是很有意思 是不对的哦 你不能说电视剧比动画很有意思 因为这是个比较句山密 你只能说更有意思 这是个比较句哦 你要比较电视剧和动画 你要比较电视剧和动画 所以你只能说更有意思 可以知道吗 可以可以可以懂吗 山密你只能说更有意思 懂了 因为这有一个比较电视剧和动画 因为这有比较电视剧和动画 就是要谁比谁更怎么样 谁比谁更怎么样 这就是比的怎么比怎么用的 比如说 我比你更好看 比如说这个句子 我比你更好看 就要有比也有更 这就是比较句 我比你更好看 这个才是对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的题了 我们就这样完了 因为 这里还有 刚刚忘了讲了 刚刚忘了 忘记给大家讲了 我们要比较两个词语 一个叫打算 一个叫计划 这两个词语 大家都很熟悉 一个叫打算 一个叫计划 打算呢 英文的意思就是intern 计划呢 就是plan 但是它 我们中文里说 打算和计划是不一样的 打算它更随意 仔细呢 看这个句子里面说了 我计划明天8点 对吧 他把时间说出来了 是明天8点 我要坐公交车去 然后他把怎么去也说了 所以计划里面呢 他会 他把时间说了 把怎么去说了 他就很仔细 这句话就很仔细 好 你用打算的话 打算呢 我打算明天去公园 他只说了 他明天去公园 但是没有说几点去 没有说怎么去 所以他就很随意 懂不懂 打算和计划 这两个词 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这两个句子 就很可以 可以告诉你 可不可以看懂呢 下面你可不可以看懂呢 看懂了 看懂了 我们上一节课 讲了这几个词 对吗 我们讲了电视剧啊 电影啊 电视节目 还有动画 上一节课 老师给大家看了电视剧 然后看了动画 我们还没有看电影 我们这节课 就来看一点电影 那你们喜不喜欢 去电影院看电影呢 你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 对吧 那我这里 你 好这样吧 老师问你们 你们更喜欢看哪一种电影 就是看动画的还是真人的 都喜欢 那这里吧 我们看一点点 看个 哦 哦 放不了 哦 看不见哦 看不见哦 看不见哦